常候媽媽 她不是病人 她是正常人 所以減重原則 就是我們正常飲食之下就可以了 常候媽媽要減重最好的方式是什麼呢 是不餵母乳 媽媽產生100cc的母乳 她可以消耗 所以如果正常來講的話 一天媽媽不餵母乳的話 可以多餵母乳 所以多餵母乳 就等於消耗 多在減重 多在瘦身喔 等媽媽做完一月之後 大概瀑布產三個月之後呢 媽媽就可以開始從事比較有養性的運動 那我們就可以配合這些運動 飲食控制來幫助你產後 恢復身材跟苗條喔